主席人 主席穿 全球的志願 給你拔感情 不怕痛 不怕痛 咱來合唱是命的歌 咱來合唱是命的歌 她很開心 她看到我們來都很開心 來 謝謝 有機會就這麼一次嗎 有機會很多次 只是看你把握哪一次 師姐好 師姐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 建政台灣新年齡 我是大清 我是美蘭 這個我們剛才看到一點點這個影片的片段 今天好像這個要把空間搬到廈門了 是 要過減水 到台灣很近的地方 廈門 可是我們的語言也會通 是 說台語也會通 所以其實今天我們看到的這個 最後人文真善美 這個是美玲師姐 那當然邀請兩位來賓來到現場 那一位是來自廈門的人文真善美 美玲師姐 一位是我們文化處的瑞玲師姐 兩位好 兩位好 主持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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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台觀眾朋友 大家好 大家好 是 現在沒有提攝影機就有稍微 燉燉 稍微燉燉 你提攝影機就稍微不一樣 是 是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其實我們今天會講這一集 這一切都是好音樂 就是美玲師姐 其實在幾次的合作過程裡 讓我們很讚嘆 那又剛好這個整個歲末 2015整個這個歲末之後 也集結了一些影片 那等於是說 我們整個在廈門的人文真善 紀錄那邊的美善故事的 這樣的一個總和 那所以我想說 先請美玲師姐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是不是說這個人文真善美 在大陸地區 在紀錄的時候 廈門 我們在看到 是不是有很多的地方 其實我們都可以感動到自己 是的 就是當我們去拍攝的時候 最重要就是說 一定要有感動點 那其實我每次看那個 大清師兄做的那個全球大賬金 雖然是就是說 以前在大愛台會有看到 但是我每次看 縱然睡末著無的時候 有時候三場五場 可是我每次看我就會掉淚 因為總是覺得說 這個真是做慈祭真的是很光榮 以慈祭為榮 就是會感動到自己 是 那也因為這樣 所以你們也願意 然後也發一個願 我們也給廈門做一個大賬金這樣子 是的 我是覺得說我們應該就是 其實我們在拍攝的時候 也是看到志工付出的那種 關懷還有那種對待 比對待親人還要好的那種心 去對待個案 所以往往我們在拍攝的過程中 不知不覺也跟他們走在一起 以這樣來看 其實廈門的這個團隊 讓我們真的感受到 還真的是虧這個瑞琳 我們世界幫我們牽見 因為有一年 我們就想說 是不是有這個 在海外發展得不錯 瑞琳社也給我們推薦 廈門發展不錯 所以我想你是這個 從前期陪伴者 對 來談談這個 有沒有在廈門人文真善美 他們怪不怪 一級棒 真的 我想包含我們的節目 包含大一台的新聞 都是有目共睹 他們的表現 特別是像剛才美蘭達清提到 那個大葬金 社區大葬金 如果你沒有平常的紀錄 然後如果你沒有一個統籌 跟從平常瑣碎的事情 找出重點的能力 那大家看你的大葬金 就會覺得 好距離 就很瑣碎 可是他們的大葬金 可以做得豐富 剛好 然後又讓你可以看到 慈濟人的那份用心 還有廈門的一些特色 所以我覺得 這是他們的一個 真的是成果的展現 要有足夠的人力 還要有足夠的智慧 對 所以我非常感恩 包含美林師姐 還有整個廈門的曾塞梅 他們真的有發揮到 平日的腳踏實地 然後到了年底的時候 的真誠復出 那我們就透過這段 大概三分鐘左右 來看一下其中的進化 2月4日 台灣復興空間 43人罹難 43人罹難 15人受傷 機上有31位廈門旅客 消息傳來 家屬心急如焚 第一時間 此季成立 急難協調中心 關懷之路 隨即展開 酒店 酒店 機場 一位家屬 多人陪伴 依靠肩膀 穩定著人心 緊握雙手 給予力量 一杯熱茶 傳遞著溫暖 關懷從廈門 持續到台灣 臨近春節 機票難求 至公 機場求助 請問有沒有 善心人士 能夠讓得 我們兩個位置 可以嗎 台商慷慨讓位 苦難中 獻溫情 災難面前 此季人 一直都在 從坐地行走 到亭亭玉立 廈門成團至 腳踏實地地走回家 經過七次手術 膝蓋反驅得以矫正 半年康復 擺脫拐杖 此季成英和院長 特意從台灣來看望 團至走向院長爸爸 幸福擁抱 如今的成團至 加入仿視行列 他分享著自己的經驗 用樂觀和微笑 去感染照顧戶 長期奔雲 慈善助學 升值八明大帝 資助學業 布善種子 拉長情 擴大愛 八明大帝 無論城市 還是鄉村 無論社區 還是邻里 慈濟人的愛 一直都在 這段影片很短 看了是有點不太過癮 不過 要留一點時間給這個美齡師姐 對 就是說 在做這個會整的過程 其實最重要的是 一定自己要心裡感動 你就會把那個感動的那一份情 剪進去 然後把它編進去 那 你自己看 所以完成這樣一支影片 不容易吧 不容易 從幾乎大概是從兩個月之前 就開始收集資料 從福鼎 福州 有泉州 漳州 然後廈門 三個大區 開始就在那個 開始布達 就是先擬定一個目標 就是說 什麼影片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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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這次提供的就是 就是父親航空空難的那個影片 還有陳短志的影片 就是 那我也真的很感恩 就是說 當影片收集過來的時候 大家開了很多次的會議 甚至好像也有請瑞琳世界 他們來指導 來指導說 你大概要朝哪個方向 然後我們大概這個方向 剪做好以後 剪成一個初剪袋 初剪袋 然後就 福州的師傭師姐 很感恩他們 他們自願承擔 要做那個配音的工作 所以就又把影片 傳到那個福州 然後他們錄好以後 又傳回來 那我們大家又一起看 然後一起提供意見 然後到最後就是 把它剪成大概15分鐘的 播出來這樣 就整個福建 一整年的社區的 一些重要事件 都把會集在一起 是的 那是非常緊張的 因為喔 來自這個 好多地區的影片 每個幾乎只能說 一分鐘或幾分鐘 甚至有了一分鐘都不到 這瑞琳師姐這邊 也有指導一下 所以你在旁邊看 看這個其實真的不容易 好幾個地方 這個好多人的想法 要把它整理成15分鐘 統一的一個說法跟影片 這個妳看起來 指導不敢當 真的這一次他們 是自己很有共識的 共之共行的方法 一起來做 我就像剛才他所提到的 最讓我感動的是 他們在想一個作品的時候 都會想到看的人 不是會想 我今年拍了這麼多耶 我這個也記了 我那個也記了 那我的作品要放哪裡 不是 他們討論的過程 會想到看的人 我們要給他看到什麼 然後看到社會的溫情 然後看到見古知福 還是要看到轉念的智慧 所以我覺得他們這份用心 是放下自我 放下自我的成就感 我值 甚至於對專業的要求 所以後來看到作品 你怎麼看 你都會覺得是真誠的 真的在那麼短的時間之內 達到了大家互相溝通 然後感動 珍惜的基礎 是的 所以是不容易 那當然相信 這個只是短短的一些片段 因為大昂金 就是一整年 把它濃縮再濃縮 所以我們現在把它拆成 這個四大之眼 來透過一樣 我們廈門人文真善美的紀錄之眼 這個鏡頭 來看看在當地所做的慈善工作 有些路雖遠 但走過了就忘不了 因為牽掛的是山裡頭的人 不見廈門這內村 小女孩的歡心毫不掩飾 她很開心 她看到我們來都很開心 李檢氏一出生大腦受損 嚴重智能與肢體障礙 漢慈季初次相遇 是2011年的冬令發放 從此每個月 職工都會來看女孩 為大小便 無法自理的她 洗澡 洗衣 洗床本 掃 掃 掃 來 來 來 我給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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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過去了 照顧李檢氏的奶奶 年曼國事 留下她和父親相依為命 慈濟至公 彌補了她 缺乏的母愛 她越來越聰明 你看 她一直看 看我們在做什麼 她就靜靜地看 剛開始她口水都不會收 現在她自己都會 拿毛巾這樣擦一下 擦一下 又開心了 又開心了 最佳三鏡 吃一口 非常好心 我們好心 那個是褲子上有小便 但沒有大便 趁著好天氣 志工在太陽下圍起床單 為女孩洗個熱水澡 陰暗廚房裡 床板一一擦拭清理 也從室內掃到屋外 看著女孩 從十五歲到十八歲 志工的愛 全化為行動 再見 來 她很露露 每次我們要走她就很露露 有一種感情 師傅出了 就捨不得放手 每次揮手別離 期待的 都是下一次的相見 我想那個影片很珍貴的地方 就是你看好多不同的時間 當它放在一起的時候 讓我們感受到那個生命的那一種韌力 還有大家投入的那種耐力 我們有看到嗎 但是很明顯看得出來 我們檢視它在這一個表達上 它可能就是屬於比較不方便 它有一些障礙 那我們在拍攝這樣的故事的時候 美玲師姐這邊 大家是用一個什麼樣的方式在做紀錄 因為我從來沒有看過說 就是說死啊 尿啊 那就全神 然後志工還願意過去 還願意過去 然後幫她擦擦洗洗 然後這一份如果是我的話 我真的是完全沒有辦法說這樣子做到 所以我真的很感動志工 這種付出的精神 然後也是幫年老的阿嬤 減輕一份負擔 一進去就是把她的床 還有全部都搬出來 然後大家好像替自己的親人這樣子 內內外外打掃 就是要給她們一個最舒服的一個環境 這個是我在拍攝的過程中 雖然有味道 但是我覺得志工既然不怕 那我還有什麼膽怯 所以就隨著她的腳步 奇怪 自然而然 我也忘記那個味道 不過美玲師姐其實很客氣 一直說志工付出很多 甚至你自己聽說也第一次動刀幫他們剪頭髮 因為你本來是拿攝影機 後來為什麼會去幫他們做這一些呢 我在拍攝阿嬤 在跟她那個志工互動的時候 然後我就忍不住說 阿嬤 你現在想要就是說 我們在幫你做什麼 阿嬤說 我這頭髮很久沒看 我說 這裡有剛才有那個理髮師 他說沒有 現在要去理髮師 那我忽然想到以前我在短頭髮的時候 我很喜歡上理髮店 那個理髮師幫我剪頭髮 所以我就想到我當初理的那個髮型 所以我說 去借剪刀給我 他家的大伯就去拿了一把剪刀 也不是很利 但是我還是很高興 就開始幫阿嬤這樣剪 剪好以後 我說 阿嬤 感覺很壯 哎呀 很好 我覺得說 雖然是不是什麼很流行的髮型 但是看到阿嬤那種舒服的表情 我就覺得說 真的 比什麼都還高興 我覺得你也勇氣十足 很敢 所以她有這個特質 Aren 看到她在拍一些動人的故事的時候 你都會看到什麼 她一向就是這樣子 很敢 其實那就是很真誠 她是用仿飾的心去做紀錄 所以我們每次跟著她的鏡頭 感覺就是跟著她去仿飾 走進暗家 然後看到的環境 然後又感受到 比如說那個髒跟那份悲悯心 那時候你會忘記了 什麼叫客觀 什麼叫距離 什麼叫大中小景 可是你會覺得你融入了 然後它不會讓你覺得說 你身在其中 你要去害怕 為什麼 因為你會聽到很自然的現場音 阿嬤 我來了 然後就讓你覺得 不需要害怕 對啊 看到這個鏡頭不簡單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慈善面 那當然我們在這個醫療的上面 其實也有好幾個非常經典的這樣的故事 那接下來也透過一點短短的影片 來跟大家分享 不靠拐杖 神團志踩著小小的步伐 坐上志工的車 原本她一直想去訪市的心願 然後也很訓練 因為我有一個 很訓練 真的很訓練 很訓練 你覺得看到家庭 然後爸爸媽媽媽也知道 你覺得很訓練 從小患有 先天性雙溪反軀的成團志 在台灣經歷了七次手術 才終於能夠腳踏實地 好 最多點 我們報紙上都看到了 今年一月反家後 除了參與廈門的東令發放 後來更積極進行復健 從三月底開始 以能不用拐杖自己 後雙腳走路 那天晚上就在走 就剛吃完飯 然後突然間走走走 然後就發現 我可以放拐杖走路 然後就很開心 然後就錄一段 制服包去台灣 那邊找看 神團志勇敢面對病痛的故事 這天也成了照顧戶 教導孩子的最佳素材 他的精神值得你學習 有沒有啊 要先認真讀書 長大了才能幫助 對不對 不能愛哭 哪個愛哭怎麼幫助人家 裡面真的是 我不知道怎麼講 不求回報的在幫助我們 沒有目的的在幫助我們 跟著慈濟志工 陳彈志一步一腳印 走進照顧戶的家中 媽媽你好 這雖然不是第一次參與訪事 但看到助學生李淑芬 情緒低落 他慎重地說出自己的經驗 那是我走到下來的時候 剛開始我會 別的一關我會接你 但是下我就用 就是你換那種角度試試看 然後就不會去在意那麼多 樂觀就是他最珍貴的禮物 當年膝蓋嚴重彎曲 他就是樂觀面對 來到台灣治療後 能夠站起來 更希望能有更多人 感受到祝福 像他這姐姐一樣 不管的話那什麼事情 都是熱觀的 他的微笑總能帶來力量 慢慢的慢慢的 從貴州來打工的張君 因跌倒 雙腳原本是無法站立 如今努力撐起拐杖做護肩 太太最感謝志工的護得不器 我們有困難的時候 你幫我們把我們救起來了 那我們也要好起來 別人有困難喔 那我們不去幫別人喔 那樣子不行的 早上好 早上好 太棒了 今天給你帶糖來喔 巧克力喔 再一次有沒有 有你喜歡吃的巧克力 從受助到助人 廈門女孩成團志 每句關懷 每句問候 都是愛的溫度 是否每一位師姐跟我們講一下說 當時怎麼樣知道這樣的一個故事 那又怎麼樣跟著去方式拍下這些畫面 第一次見到那個成團志是在會所 那個時候楊曉冬 就是剛剛手術 他就是成功從台灣回來 然後成團志就在那個 就是一個領導的帶領之下來到會所 那我第一次看到成團志 我就是真的就是心裡很震撼 因為我從來沒有見過說一個女孩子 她走路的時候 她是完全靠膝蓋 然後兩隻腳是向前的 從來沒有見過 然後但是她一見到任何人 臉上就是那個笑容就是 永遠都是在她的臉上 我們看她有那樣子的笑容 一定就是有很好的這個生活的習慣 還有家教嘛 所以你自己在旁邊看 她是一個什麼樣的女孩子 團志給我的就是快樂 樂觀 然後很積極 然後我後來我有問她 我說 你這樣子難道你都不會自卑嗎 她說 開始的時候我走出去 人家都用異樣的眼光看我 但是後來我覺得說 這個好像是很正常 因為我就是這樣子 可是我就是從 從開始就是懂事的時候 我就很願意去幫助人家 她有這種助人的心 所以她就是在接觸慈激之前 她就是到只要有地方 她就願意去做義工 所以我在想說 我在拍攝過程中 原來是因為她天生就是有這份 就是願意助人的心 所以瑞玲你看 在紀錄這個過程裡面 你覺得說廈門的人文針上面 因為好幾個 不是只有團結 好幾個醫療的這個故事 很不容易 對 因為其實醫療個案難記錄 就是它有理性的 你對於醫學知識的基本了解 這對我們至光來說 有時候會有一點距離感 再來你要有感性的感同身受 她那麼重的病 那你怎麼去記錄她 記錄的時候又不能覺得 她是一個怪胎 或是一個奇怪的人 也不是這樣子 甚至於像剛才主持人問到的 包含她的家庭 她的生活環境 因為我們的醫療 又是全人全家全程的 所以你要關照的面向非常多 你的鏡頭裡面要有那份尊重 然後又要能夠呈現她的病況 因為有時候 曾善美徘徊的東西 是要給我們醫療之夜的這些大義王們 去做診斷上的 皮膚的 對 等於有點像是最即時的X光 生活的了解 然後甚至於讓我們在做 是不是要跨海來醫治上的一個判斷 包含她家人的這種心靈的狀態 是不是做好這樣這麼大的轉變 所以我覺得他們要做很多的準備工作 要更能夠去開放 去了解一些醫學上的一些過程 那陪伴的過程當中 紀錄的過程當中 他們也要能夠感同身受 所以我覺得這對曾善美徘徊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不過他們做得很好 所以我們是有製作一段影片 來看看美玲師姐是怎麼樣一個理性又感性的 這個人文真善美 個頭嬌小 身高不到一百五 但是動作俐落迅速 只要慈濟有活動 絕對跑第一 機場沒有人來啊 我就只有我一個人來啊 身上永遠揹著一台小型動機 走到馬拍大馬 就算一天紀錄超過十五個小時 也不喊一聲淚 只怕漏記錄了什麼 她是曾美玲 也是慈濟在廈門的第一顆人文真善美種子 廈門人文真善美一路走來 有一個人物是一定要說的 那就是曾美玲師姐 我記得比較早期的時候 不管是圖文影啊 幾乎都是曾美玲師姐 那個是一個很閉路藍驴的一個時期 那時候人不多 也沒有什麼所謂的組織 就是很單純的三合一 曾美玲在1993年就來到廈門工作 在親戚開的公司當主管 年輕時個性很衝著她 動不動就跟老闆吵架 否則就是罵員工 搞得人人看到她就頭痛 自己也過得很不快樂 我脾氣很固執 很脾氣很不好 因為我老闆是日本人 我就欺負她是日本人 所以我真的日子過得很不快樂 非常的不快樂 唯一快樂就是我背著我的相機 到好玩的地方去玩 然後拍照 在台灣就已經是慈濟會員的曾美玲 到了廈門後 一直在尋找慈濟的聯絡處 但一直苦尋不著 直到1999年的某一天 工廠裡來了一個人 她的工廠跟我的工廠是鄰居 那我跟她的老闆 她的社長是朋友 有一天她的社長 就邀請我到她家去查序 美玲師姐剛好從裡面出來 那她社長就替我呢 替我們兩人介紹 喔 你就是郭師姐 我要交功德款給你喔 開始攪善款後 當時的曾美玲對慈濟這個團體的認識 並不深 加上工作忙碌 她總會想盡辦法 藉口推辭參與任何慈濟活動 讓郭淳麟師姐碰了一年的軟釘子 就這樣不厭其煩的邀約近一年 曾美玲才終於答應 參加了第一次的助學訪試 去到那個家庭的時候 哇 我真的很震撼喔 因為我從來沒有看過 這麼窮的家庭 那個家裡進去 我們真的找不到椅子讓我們坐 爸爸是殘廢 好像糖尿病殘疾 然後媽媽是那天 手部綁著一條紗布 我們師兄就看著這樣的情況 然後就跟那個小朋友就講說 你會不會作文 你有沒有作文拿給我們看 結果那個小朋友就把那個作文拿出來 他就唸給師兄聽 就說 我的家裡雖然很窮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殘疾 我的媽媽癫痫 但是他們能夠把我當作是公主 所以我覺得我還是很幸福 我將來如果我有能夠賺錢 我一定會好好的笑死我的爸爸媽媽 結果我一轉頭 看到我們那些師兄 哭得稀哩哗啦的 我就一太 怎麼會這樣子 那個時候我們還不知道說 要拍照是什麼 結果上到車子的時候 師兄就在講說 今天做得真的很感動 可惜都沒有人幫我們拍照這樣子 那我一聽說 我會拍照啊 他說 你會拍照 那我們那個黃崎山師兄就講說 你真的是上人派來的 我想要什麼人就什麼人就過來了 因為仿飾而深受感動 所以一直到現在 曾美玲記錄最多的也是仿飾關懷 而且看到個案有任何需要 她更是盡力幫忙達成 我拿一個藥膏來幫你擦好不好 好嗎 好 拿一個藥膏 你要拿什麼 拿那個藥膏 我今天剛好有買兩瓶擦癢癢的藥膏 阿嬤拿給她擦 有時候就是忍不住就很想要多關懷阿嬤這樣 看阿嬤她難得能夠露出笑容 一直在講好話 我們真的是很感動 覺得能夠讓阿嬤有一點點安慰 大家吃飽的 雲啊喝 好友情 做得比誰都勤快 所有在廈門的活動 幾乎都可以看到曾美玲拍攝的身影 甚至在2003年受證後 她為了想專心投入做職工 而向老闆提出辭辰 第一我每個禮拜六禮拜天都要出去 那老闆就很生氣 他講說你不能每個禮拜六禮拜天都出去 我說不讓我做辭職的話 那我乾脆辭職好了 後來她就說這樣好了啦 你不要辭職啦 反正你就照做你的工作 那我就跟她講說可以 反正你成全我 那我的工資減半 我說拍的時候我們要看一下那個 稍微注意一下那個要上場的那個 他們給我 現在曾美玲超過60歲了 體力行動力依然不輸年輕人 純單人文真善美十多年來 磨出一身好功夫 機動性高效率快 白天採訪晚上剪輯寫文稿 一個人當三個人用 當然這身好功夫 他也不吝嗇傳給年輕人 我們是一組 同時要為吃雞留下寶貴的歷史 所以照相 DV還有文稿缺一不可 真的把好的東西一直在傳給我們 如果大家想到 如果上一桌下 什麼真什麼善什麼美啊 其實把它的型心態都傳給我們了 把它好的一部分 無作由的付出 而且非常耐心 完全無私地把我教學 教了我們 我寫文稿的時候 不會的時候 或是重點部分 我會請教師父 師父都完全無私地 把自己學到的 或是知道的告訴我 我真的非常感動 也學到很多 看這個畫面裡面 美玲師姐這樣笑咪咪咪 這好像接下來都不是一個人了 好好有人 來講講這個 自己在做人文真相 這個過程 當然我們也看到一點 美玲師姐明的過去 獲得最多的 常常都好是自己 你自己的收穫是什麼 最大的收穫是改變喜氣 轉惡元為善元 不然以前的背後叫你什麼 老婆 都有加重音 惡元 批記不太好 是 他們都這樣 就是 對的是自己 錯的永遠是別人 然後講話就是直直的 就是很會傷到人 所以員工啊 包括老闆 都對我都很頭痛 其實我還樂在其中 我都不知道這樣做有什麼影響 有一天去上廁所的時候 就聽到有人在講說 這個曾美玲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真的是疑問一個老巫婆 我嚇一大跳 怎麼會有人在背後這樣稱呼我 結果我很生氣 可是又不敢出聲 其實就是進來慈激以後 真的就是 因為在這個善的環境裡面 我漸漸發現說 我太愛慈激了 如果我的脾氣再這樣下去的話 說不定師兄師姐就不要我了 那如果我不讓我做慈激 那我這個人生整個就是完全沒有 沒有生那個 就是生活下去的勇氣了 所以我後來就 也是因為常常有在聽法 所以看到上人講的近視語 脾氣嘴巴不好 也不能算是好人 那個時候我是 每次看到慈激出去付出 我是以慈激人為榮 但是如果說我不是好人 那我怎麼辦 所以我就一定要改 所以那個時候我每天就是 一定要就是 時時提醒自己要苦說好話 要心想好意 所以我就每天 像我菩薩鼎禮的時候 我就發言我一定要苦說好話 然後一定要心想好意 所以每天喝水 也在提醒自己 所以漸漸漸漸的 當我想要又 那種壞習慣又想要衝口 我突然就會把它自己拉回來 會踩煞車 要踩煞車 趕快踩煞車 然後突然當我發現 我漸漸講話 已經就是會講好話 會稱讚人的時候 突然周圍的人 都看到我都會笑 以前他們看到我是 包括員工在內 都看到我就這樣 自動轉彎 自動轉彎 我現在看到他們都 願意跟我笑 跟我打招呼 我就發現說原來 我盡此機真的是 收穫最大的 就是這一點 改變喜氣 轉二元為三元 描述的真的非常多 傳神了 歷歷在目 但是那個過程就是 只有如人飲水 對不對 冷冷自知 對 我們自己沒有感到 但是別人已經都不知道怎麼說 直到自己稍微做了一點調整 才發現 原來真的不同 但瑞穎認識她的時候 應該就已經沒有什麼二元了 沒有 對我來說 她就一直這樣充滿笑容 然後雖然身形很小 可是那個能力 滿格 永遠都是滿格 沒有看過她累 對 對 所以我覺得她給我的感覺 這樣笑容滿面 當然她 一直會很在意的就是 我覺得 自己做得夠不夠好 自己做得夠不夠多 她在我們互動的過程裡 要求自己非常的多 所以我剛才聽她這樣描述 我更能夠感受到 她那種 要改變自己的決心 是很大的 了不起 對 而且美玲師姐 因為現在是全職志工 是 但是自己做 那個真的是 雖然能力是很飽滿 但是還是會力有未大 所以怎麼樣去帶新人 她好像也是 可以維持住自己 我整齊我來做 你這樣的心態對不對 對 沒有錯 因為有時候難免 覺得我經驗多 我可以一次就做對的事情 我為什麼要讓你 錯中學呢 不是錯中學 是錯中學 所以要讓新八義的菩薩 能夠去體會 她必須要走過這個歷程 我們要怎麼陪伴 那個陪伴的力量 是一種智慧 要能夠忍耐 然後要能夠接受 然後甚至於 還要不令的不失 所以我覺得真善美是很好 在修六度 要忍得住 然後又要願意時時發心 不過在她身上 我可以感受得到 她常常就是 站在這些年輕志工的後面 或是提醒她們 不是站在最前面 走在最前面 做給她們看 就是在她們的後面 你們這時候要怎麼樣比較好 再來是她對時機點 很會掌握 她因為活動參加得多 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然後就會有這種 預言式的提醒 你待會兒最好要到哪邊哪邊 你就會拍到好的鏡頭 可是就是因為 有這種提醒跟叮嚀 我覺得對於這些年輕志工來說 就是讓她們可以更快成長的機會 而且更容易心悅成福 對 果然你看都悄悄悄的 大家都講好話 感恩祝福 所以我想這個時間寶可 我們再來看一段 就是我們把教育相關的 集合在一起 也是我們人文鎮善美團隊 我們只做了一點整理 乘風破浪 廈門四季志工 一大早就出發前往觀光聖地小凳島 因為不是假日 開計程車的修熟真 還特地來接送 先生往生後 她一個人扛起家計 兒子們悟悄話不多 對母親的感恩 這次終於表現出來 就說如果說有一些更需要幫助的 我願意把這個更需要幫助的 給那些更需要幫助的 廈門四季志工 趕在開學前進行家訪 送來頒發 助學金的消息也送來好話 而這句好話 就讓邱江南解開對媽媽改嫁的怨恨 因為你如果不原諒你心裡有恨 其實對自己也是一個好 對不對 所以說原諒別人就是這樣 感恩 志工期待能給予的 不只是經濟上的援助 更是心靈的滋量 一開學 就在同安一中舉行頒發典禮 貧困其實貧困不可怕 你只要自己回憶 然後呈現你自己的價值 就可以去回報社會 回報更多的人 合夜就是帶著回報的心 來探訪即將要參加高考的華翠 我覺得我有很多力量 而且機會就這麼一次 所以 機會很多次 只是看你把握哪一次 華翠五歲就跟著父親到廈門來生活 一度因為成名廣路而荒廢各業 如今距離考試剩一個月 她很沒信心 因為心裡有給自己肯定 然後你心裡肯定之後 你表現出來的行為 也是對自己肯定就會成功 就像是媽媽的慈濟志工奢育熊 還為她煮了一碗補湯 很有愛 雖然味道不是很甜啊 非常美味 但是就是喝起來就特別的 喝起來很蜜蜜的 我喜歡這種景景的 深情擁抱加油打氣 華翠有稚氣 要帶著笑容 面對即將到來的挑戰 馬上包包背前面 然後保溫品拿出來 美醫師姐就講 補湯就出現了 對 這種不記錄真的不行 結果看到什麼 看到就是志工的媽媽心 就是孩子是我們自己的 就是說一定要讓他 他生活在這種貧困的環境之中 所以志工能夠付出他那種 媽媽的愛心 讓孩子雖然生活中有缺憾 可是當他接觸志工的時候 接觸慈濟的時候 他可以補足他心靈的 那一塊不足的地方 這個就是我們感覺最快樂的地方 是 而且我看你們還要去坐船 才能夠去仿視 那個因為有潮汐對不對 是的 那個是小登島 小登島它是一個風景區 可是它就是因為那個 要過去那邊是有漲潮 漲潮船可以過去 但是退潮的時候 完全就是見到海底 有時候船也沒辦法過去 所以我們往往在時間上的拿捏 是事先都一定要先問 問船那個船長 請問今天的退潮是什麼時候 我們就一定要趕在那個時候 趕快回來 所以要抓緊時間 要抓緊時間 對 這樣的先去紀錄或訪視 真的本身也要有所感受 他們每一次去做關懷的時候 他們的報導面向不會侷限在 今天是點對點的 他們可以看到的是一個社會上 可能普遍的貧窮 可是這個普遍的貧窮 不會給我們造成困擾或是挫折 而是可以在裡面看到希望 所以不會讓我們覺得說 你幫助了這個家庭 那還有這麼多貧窮的家庭怎麼辦 所以很多人是怕說 做了慈善或做了助學之後 天下事你做不完 天下人你也救不完 可是這樣子的思維不會在慈濟裡面 因為我覺得他們做的不是一個點 他們一次做就會關照到整個面 所以我覺得他們把那個助學的精神 拿捏得剛剛好 而且很令人感動 是 所以這個一定自己本身 這個人文的底蘊是要夠 每一次也真的讓我們感受到 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團隊其實都覺得它很讚 很多人 因為我們也拍過廈門人文真灘美 那我想接下來我們拍一段影片 來看看在佛事展的時候 這個整個人文真灘美廈門 哇看到那個場面 驚人喔 佈置一年一度的佛事展灘位 閩南慈濟志工大動員 動人分工合作進行展區佈置 在淨思茶的灘位上 特別選用回收的竹子 來展現典雅的人文氛圍 差不多兩百根 那這樣上上下下的茶 會不會熟 會不會很累啊 不會不會 會緊 很快緊做 每年我們把師傅種的這個茶 把這個裡面讓其方的會種來這邊 如果我們有一個這樣乾淨的環境 來迎接其方的會種 此外今年素食展費 是特別獨立出來的 當地志工也花了不少心思來裝點 今年素食是由台灣的師姐們 來傳承來推廣我們的淨思產品 它主要有香雞飯做粥 還有一些五股粉之類來做素松餅 讓大家能更了解這一些真正天然的 純天然的產品 團隊力量大 經過五個小時的努力和默契 四處展區都完成佈置 志工也將用最真誠的心與民眾結緣 第十屆中國廈門國際佛式用品展 錦絲書宣在展場內一貫地展現慈濟人魂 年年三好三月是慈濟長期帶動 相信整整都做得到 口說好話 身行好事 心發好願 我覺得它就是人間菩薩大招僧 因為除了將好書跟大家分享 也希望說這一群人像你們 每一個人都能夠跟我們一樣 找到生命的方向 以親近心 親近大地 大愛感恩科技也在現場 向民眾可以廣環保精神 它可以沒有帶走任何一個商品 但是我們希望它帶走廣環的理念 所以這才是最重要的答案 活動現場五天展期吸引上萬民眾參觀 共同見證兩岸佛教切的一大盛事 看到這影片我們就想到說 這個佛式展它是一個有形的空間 展覽的是有形的這個物質 不過我真的很佩服我們實際志工 我們常常去展的都是無形的氣質 所以在這麼多的展覽當中 每一次也有好幾個物質 每次佛式展覽 有時候就剛好兩天是上班日 兩天是假日 所以來的志工幾乎都是從福州 泉州 漳州 包括廈門他們都會過來 都會過來就是每天來的人 能夠堅持到三天以上的就很不容易 然後你既然肯花時間來了 就一定要讓你有收穫回去 所以我會就是說 就是讓有經驗的帶著今天剛過來的 給他們一個主題 我每次佛式展 我當我面對這麼一大群的那個 有做過的 沒做過的 我就腦中就浮現瑞琳師姐 有一年青恩浩靈天的時候 她來帶我們 她就每天早上就是志工全部集合 然後開始編才會議 然後編才會議 然後大家 當然第一天是編才 第二天的時候就各自有帶族 然後起來新的分享 我昨天看到什麼 這樣就不會去重複去採訪 然後又讓每個人都有事情做 人人有事做 事事有人做 是的 那所以是不是心裡還有什麼感動 或者是有要跟團隊說說話嗎 在這裡我要很感恩 廈門人文真三美的團隊 讓我有成長的機會 也讓我有這個福報 是活動都可以去參加 參加之中不只為就是慈濟寫歷史 也讓自己不斷不斷的在心靈上得到快樂 也得到很多的成長 真的是感恩美玲師姐 那瑞玲是不是也這個簡短了幾句話 真正要靠的還是他們願意做 所以每次看到他們 不論是做一小步也好或一大步也好 我覺得真的是在為慈濟的歷史 又累積了更多 所以我很感恩海外的菩薩 特別是廈門的家人 他們永遠都給我們最好的禮物 然後當然也給我們很多的考題 跟很多的督促 也是我們要持續努力的地方 非常感恩他們 兩位講得真的太好了 其實最該感恩的是大海台 在廈門沒有大海台的分佈 但是我們卻有廈門的新聞 廈門感動我們的世界 真的非常多